A.G.跟狼队决赛排面拉满 全部KPL队伍均要在线观看 A.G.新刮曝光 不夺冠也不会进行换人 A.G.就算打就算输了都不会变大名单 五个人首发五个人不会变 我的天哪 艾斯黎队可能要回归当选手 一诺让他重回赛场 无谓可是逊却迈不出去 就在5月18日 A.G.跟狼队的决赛打响 双方其实都有不能输的理由 并且红狼大战的热度相当高 就连官方也要求全部KPL队伍均要在线观看 很明显就是为了决赛造势 毕竟红狼大战也是宿命对决 因为狼队以前的战队名是QG 若A.G.这赛季能刺杀狼队 估计他们的首发阵容就要调整吧 反观A.G.即便输了比赛 下赛季依旧会是这个首发阵容 那么猫神想要竞争上岛 压力还是挺大的 可以跟你们说个事 A.G.就算输了都不会变大名单 五个人首发五个人不会变 这可以说 A.G.不会变 A.G.内五个人不会变 总决赛对 但是我感觉 我预测明天 你预测几比几 我预测4比1或4比2 这个我就不预测了 我觉得两边都很强 两边都很强吧 就是能进总决赛就是强就对了 你再去吹毛球赤那一点 其实也就那样吧 然后白衣教练跟BOA内部人员 还谈到了艾斯 之前就说 EDGM的新教练是A.WO 现在直接爆出艾斯离队 有可能会以选手的身份回归 只能说宜诺一番话 确实有点刺激到他了 以前的初一爱笑 如今就只剩宜诺还在巅峰 其他人离退役都不远了 EDGM主教练 我可确认了 这EDGM的哥们跟我说的 你说是艾斯不在三军组是吧 那我明白了 那艾斯会去其他队伍吗 肯定啊 有透露不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你们刚聊完吗 一点都没有 去当主教练什么 一点都没有 好吧 最后两个人还谈到了吴魏 如今他已经可以试训 但价格有点离谱 任何队伍买过来都要亏本 性价比极低 意味着吴魏就算可以试训 Hero也卖不出去 只能说很难评 吴魏要是被雪藏 Hero的风评就要遗落千丈了 吴魏啊 有什么事 有事 只不过价 价高 超出那个价 不让他 不让他那个傻 然后人家想那个傻 但是太高了 就是价高 不想花80%的预算去买 华操 吴魏现在是可以试训的对不对 吴魏可以对外试训了 但价格高 但是啊 你确定可以对外试训吗 价高 我说价高 你确定吗 能不能对外试训 基本上走不掉 就这样子 那白说 他走不掉 基本就不废了 给你举个例子吧 这是一个收产品 本来他本来就只有500的一个价格 但是就是 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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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往后面加个零 那这东西就说白了 很难卖呀 价太高的话 没有傻子去买呀 要么无谓签个终生合同 买过去也是从另一个窟窟 挑另一个窟窟 你买过去 人家肯定想回本啊 对吧 不可能说是亏本买卖的 总的来说 AG打狼队应该是64开 如果前者状态不受影响 甚至可以是73或者82开 不过 AG之前全员感冒 长生又因为鼻炎频繁流鼻血 可能会影响到选手状态 至于无谓想走 就是降价格 这一点就看 Hero最后肯不肯放手了 最后大家觉得 AG跟狼队谁能夺冠呢